用心意在带止观时 正在观的地方 感觉有肌肉在跳动 是正常现象吗 这个通过止观 要调动体内的精气神三种物质 这是止观的核心 不是止观而止观 而是通过止 是自己的心念 八十都不动 观是圣观 观是照见 观照法 照见法 通过观而照 照而现 现什么 精气神三物质的人体三宝的变化 当你的这三者惊动了气必然动 气动了神必然动 那么你的肌肉跳动是气动的表现 也就是体内的气在经络中循环引起的肌肉跳动 经络的跳动 经络的运行引起筋 筋骨的筋的变化 疏筋 这个一个过程 肌肉就会动 这是正常现象 这就是你关对了 关对了 那就是一定要呼吸配合 眼耳鼻舌身意配合 念姿在姿 它才会有这种现象的发生 这就是真修真恋 而不是在那只靠一个大脑的想象 精气神都不动 那是白打 那不是真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